AI的年复合成长率前面几年是每年五成 这一家公司每年的获利成长率是超过一倍 所以如果AI股一般来说年增五成本因比20倍 那它本因比应该三四十倍 那股价现在只有大概一百六十几块钱 所以你看左手卖魏华科赚两成 右手买进GB200的新标股 今天一买就赚钱 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今天的最新的标股密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因为昨天晚上美股前面一小时 原本科技股都是开高 什么NVIDIA台电的ADR全面都是往上开高 就过了一小时之后 猪羊变色全部都打下去 最后通通杀尾盘 所以呢就带动了台股 今天总算也做了一个 稍微大的一点的拉回 盘中最多跌254点 中场还没 中间啦 一度收敛到剩下54点 那现在跌点大概是162点 说真的其实跌的并不多啦 因为台股真的很强 现在前一堆 昨天我听到了最新的数字 光现在ETF的规模就超过了5兆 以前是只有大概就几千亿 那1兆多现在已经来到5兆 那你要想那5兆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原本在定存 或者是原本可能是在海外基金的 或者原本在债券型的基金的等等 那大家把过去不是投资台股的钱 也没有习惯买台湾的一些所谓的主动型的 这种所谓的投信的这个基金 但是当大家对于存股的观念都已经建立起来之后 大家都把钱拿来买这些相关的ETF 那ETF他的标的就是台股 所以这5兆的资金过去不是拿来买台股的 现在都跑来买台股了 所以就让台股的产要量 它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热络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算今天一度跌200多点 产要量也是有大概5500多亿 那每天维持这个量 你说这个行情要回到哪里去 除非国际股市出现一波 非常大幅度的同步的回档修正 不然以台股现在的量价结构 你说你要回到哪边去 我认为很有限 因为正好是在这个市场很久 十几年前就是那时候 还一九执政的最后那几年 可能台湾很多的资金都跑到大陆去投资 包含大陆的股市 或者是大陆的产业 钱都跑过去 所以那时候台股的这个产要量 真的有够可怜 大一点的时候超过千亿 1100 11200 11300 那个叫做到达量 那少一点的时候 可能就是六七百亿 五六百亿 七八百亿 偶尔比如说那时候有时候礼拜六 有时候要补上班 反而成交量就是三百亿 所以那时候券商真的都很可怜 那时候营业员 每天都和习北风 都赚不到钱 整个政捐业产产兮兮 那股市成交量就是那个 大概一千亿算大量 成体何时 现在成交量每天都是五千多亿 当然里面可能有当冲也贡献的不少 但不可会演的资金回流台湾 回流台股那个趋势非常的明确 所以在这么大的资金动能之下 尤其是AI动点中心就在台湾 黄云勋的GTC的演讲 他是不是就告诉你说台湾就在AI的中心点 九成的硬体供应链都靠台湾 AI要走十年 台股我认为至少好五年 所以今年两万三过了 再来就是两万四两万五两万六 我认为超过都有可能 所以大涨小回隔去拉回其实就是给你买的 然后以今天台电来说 股价今天回十字块说真的跌的也并不多 还是一样非常的强势 我的看法不变早晚要破欠 但我真心希望 大哥你可以涨慢一点 你不要天天涨其他人都不用涨 就靠你台电两万三两万四两万五两万六 那我们还玩什么 但是事实上不会是这个样子 因为台电他代表AI的龙头 所以他的大涨是因为全市长看好 AI会推升他的业绩持续的成长 所以其他股票都有机会 GP200也即将在大概第三季 可能晚一点九月份陆续就要开始出了 相关供应链现在讲抢着都在备料当中 业绩出货 再来就是逐月你就会看到贡献度上来 只有股价未接的问题 没有基本面变差的问题 所以大家就是说在一个轮动的架构之中 不断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操作节奏 先充出具的高档卖拉回的为当买 但储搜都不变就是AI为主 当然现阶段还有比较IC设计IP股 中定股都很有机会 那我们就一档一档来看 那金科就高拐 当大家跌的时候他就涨 今天大部分的股票表现可能都不好 IP股绝大部分都拉回 结果他又是跟你逆势做一个上涨 那我也说我们现在持股虚报 我也没有要加码 我也暂时没有打算要卖 就等待后续利多 短线呢因为什么害怕什么 私募的一些短期卖 其实我认为都卖的差不多了 那64位元的处理器的权益金会 在这边会持续做一个入账 那做OS的最后测试测试完毕之后 大概就准备到最后量产阶段 那可能maybe年底或者明年就要抢工 中国大陆的所谓的行政电脑换机的市场 因为习近平习老大他已经正式下令说 后再来Intel AMD等全部都不准用 美国你要去中化 那我中国我就给你去美化 所以这中间就说变成台湾很多地方 他左右逢源 只要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 啊左右逢源啊 这都商机就很大嘛 所以这一块是一大商机 另外PCI的部分约都签了就等待入账 我说约签的不重要 钱来了才重要 因为前两年就有事约签的钱没来嘛 所以那个案子就一直delay 那现在约签了 等到钱进来低笔钱进来 设计工程正式启动 后面钱会持续的入账 而且PCI的案子他更大 金额比过去的所有案子要大的相当多 钱只要陆续进来 后面营收创新高是可以预期的 然后PCI Switch他就锁定类似NVIDIA的相关的晶片 他对标的是Broadcom晶片 一颗三四百块美金毛利率超过六成 一年超过一百万颗的量 明年只要这个签下来 明年获利就是二三十块钱起跳 因为这两个区块都有很大的爆发力 所以创短线高减四季拉回量缩 等待后续的利多的引爆 一旦引爆就要挑战历史的新高 那IP股今天其实最强的是这一档6695的新顶 那我们也在盘中做一个买进 最高冲到八十二块 早9.3%差一点点就要亮灯涨停 那刚刚一度随着大盘搭下来 现在尾盘又开始逐步变高 那他也是神盾集团的股票 但这次我没有选择买安国 我没有选择买神盾 因为这一次我认为在业绩上 新的业绩跑的速度会最快的 看起来应该就是新顶 因为他在上个月就有说 拿到日本新创AI公司的 ASIC的订单 日本新创AI公司的ASIC订单 所以之前都说要跨入ASIC 那事实证明他已经成功了 他已经拿到日本客服的订单 那这一块六月份 全球估计就开始入账 所以营收六月份也会看到一个 蛮有机会蛮大幅度的跳升的一个机会 就开始进入到一个转型期 开始变成转型的ASIC公司 那日本这一块非常的重要 因为台积电在熊本厂设厂之后 他就带动了原本日本的那些 所谓的半导体公司 或者是什么Sony这些大厂 对于自研晶片的态度 原本都是非常的消极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 全球老大哥台电在他们身边设厂 整个设计的资源一起都带过来 所以原本可能三四年换一颗IC的 或者两三年换一颗IC 现在他们整个自研晶片的频率都拉高 可以每年都要换一颗IC 那AI的应用也开始上来了 所以呢 心鼎等于是就跟着台积电 前应日本市场再先拿到日本的ACIC订单 这是跟着台电发大财的一个最标准的 最新的范例 而且他本来就深耕日本市场 刚好逮到台电去那边的契机 让整个日本寻找委托设计服务的 这个需求整个大成长 那他先拿到第一笔订单之后 那明年他的成长性 当然就很值得期待 明年估计会有更多订单期待 所以上半年是先炒了安国跟神盾 因为他们各有并购案 各拿到不同的案子 所以股价中几十块钱 涨到两百多块三百多块 现在的心鼎其实也才七八十块钱而已 上半年安国跟神盾故事 等于是在心鼎这边同心要再来一次 跟着台积电发大财 后面空间都会很大 所以这一次我们暂时没有买安国跟神盾 我们以心鼎为最新的一个操作的表地 然后爱设计的部分升权 8月份将出重电相关的MCU 那原本毛利率28% 重电的部分高达五成 那估计营收也将因此有一个翻倍的成长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三块钱 明年就有机会赚到十块钱 因为新的产品毛利率很高 那我也提到说重电未来也是要走一个十年大多头 那今年我可能没有时间跟你讲太多 因为AI带动的重电的需求 电网的更新 未来的一个全新的十年的需求 美国跟台湾都要用十年的时间更换电网 商机非常的大 所以跟重电相关的IC部分 也将进入一个大多头的一个循环 搭上重电标股列车未来本预比的提升 也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创新高六四分卖交易的过程 创高拉回整理两天 这样都说到不行了 因为本来就分卖交易 下礼拜 我认为随时都会再往上 然后IE设计股 我昨天也提到说 因为是台积电先涨先进制成的代工价 过去这个礼拜以后传出 大陆也涨了成熟制成的代工的价格 那你要知道说涨价的机制不是说 我觉得爽我就涨价 不是大陆的金元厂之所以有底细可以涨价 是因为它的产能陆续都满载了 成熟制成的产能都满载 代表就是成熟制成的这个景气 已经开始快速的回升 那一来成本原物料价格涨上来 成本也跟着涨 重点在于产能满载上来 那产能满载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的客户下单转需积极 那它的客户就是所谓的IC设计公司 所以当你看到金元代工涨价 代表客户需求非常的强 所以不是说你不是说那涨价呢 那IC设计的成本增加 所以它是利空 不是这个样子 它反而是告诉你说 它们的业绩痛痛上来了 所以通常这个时间点 设计公司的产品 往往会跟着涨价 订单跟着成长 那最后股价就跟着飙涨 所以金元代工涨价是 爱设计股涨价的一个积极的条件之一 所以这边设计股 我认为大家都要密切注意 尤其是已经很久没涨了 所以最新一档IE设计的标股3XXX 大陆调涨相关制程 报价一口气涨20% 涨幅最大 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一家台系的IE设计公司 它的相关产品 我估计报价很快就要跟进涨价 所以昨天一根长毛棒 今天轻轻过高 稍微量缩震荡一下 今天礼拜五让它稍微整理一下 下礼拜我认为 就会有一个喷出的行情 所以这些都是 大概6月的下旬到7月份 全新的标股系列 那这两天还有布局档8096的秦雅 盘通小涨1.5% 那目前在平盘小跌一点点 因为今天盘不好 大家拉回OK还可以接受 那前两天创47.5元的新高 拉回亮缩两天 那它是什么 那独家代理三星的HBM高音频宽的记忆体 美光才明白表示说 现在HBM的高频关记忆体 用在AI伺服器之上 才能严重不足 全球大缺货 因为全球工艺上只有三家 通过认证的有美光 海力士三星 还没通过认证 但早晚很快就会通过认证 因为NVIDIA需求量太大了 以三星的记忆体的这个制程能力 它绝对不会有问题 所以秦雅独家代理 下半年这块业绩会大爆炸 大爆发 而且它又新增了ASIC的业务 那客户可以委托它做设计 然后投片到三星 或者是单纯透过它 投片给三星 委托它设计 然后投片的毛利高 单纯透过它投片的毛利比较低 但是都是新增业务 都会带来稳定的业绩的成长 获利的成长 所以这两块下半年都同时要向上 下半年公司的法说 前两天的法说就有提到说 下半年的引益率会有非常强劲的成长 我估计下半年要赚四块钱 全年就赚超过四块 那一边就是AI ASIC就是IP 这两块市场本预比都是超高的 二三十倍三四十倍以上 它现在本预比只有十四十一倍 那我认为二十倍以上本预比才是合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低价的 但是空间非常大的翻倍的标股 然后设备股二华科 早上高点九十七块二 那在这边我们将持股全部出进一趟 那你说为什么要出不看好吗 没有我并没有不看好 只是说市场它的资金 它的轮动就是那么快 前进去股价就飙 前出来一整理可能就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看他就说慢慢推推推推 推到快要前高的附近 这边量没有放出来 OK我们就先走一趟 从八十一块买到九十七块二 那也赚了大概二十八十六块 二十八 这也让我相当满意啊 两三个礼拜二十八 虽然没有到三成四成 但至少比你买ETF一年赚的钱 要多得相当多嘛 而且就三四个礼拜的时间了 两三个礼拜 左手赚二十八 右手转进新标股就继续赚 因为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标股 会做一个轮动喷出 所以你只要掌握那个节奏 一档接一档 其实那赚起来速度就很快 那今天买进的新标地还有这一档 GB200的新标股 十点左右进场做买进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亮灯之后锁住就没有打开 就没有打开 GB200的新标股 因为它是全新打入GB200供应链的新标股 为什么去强调是新的 因为大家知道之前说 齐鸿啊双鸿这些 就是都已经涨过一大波的 原本大家都知道的 旧的打入供应链的标股 那问题题材炒过了 股价也涨过了 你总要休息一下 不是不好 那休息一下 但是新的没有被炒过 没有反应过的 这空间就会大 而且数字上来说去年赚3块7 今年第一季就高达接近1块6 1.6乘以4 6块4 就比去年3块7大概成长1倍 所以今年第一季的获利就已经相当的不错 比去年同期的水准成长大概1倍 问题这个部分还没有所谓NVIDIA的 相关的供应链的出货 还没有啊 大家最新打入GB200的供应链 下半年才陆续要出嘛 因为GB200大概最快9月份出 所以相关的供应链大概从6月份 7月份陆续开始拉货备料 因为准备要出了嘛 第四季出货量就整个会拉升上去 供应链要开始动起来 所以第一季的获利水准 就已经是去年一倍以上了 下半年好上加好 今年最保守我估计都有7块钱 几乎就是一个翻倍的成长 那明年是完整的NVIDIA的供应链 完整贡献的一年 而且他会持续抢到日本厂商的市占率 所以这一块会让他明年获利伤害13到14块 所以等于是 今年获利比去年翻倍3块7到7块 7块钱再跳到14块钱 你来说 AI的年复合成长率前面几年是每年5成 这一家公司每年的获利成长率是超过一倍 所以如果AI股一般来说 年增5成本益比20倍 那他本益比应该三四十倍 那股价现在只有大概160几块钱 我相信在不用太久的时间 股价看到二字投资上 应该没有什么太早问题 所以你看左手卖魏华科赚两成 右手买进GB200的新标股 全新打入的哦 今天一买就赚钱 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今天的最新的标股密码 所以你有跟上的我想今天你又是大赢家 所以下礼拜就进入到所谓的六月份的下旬 准备要迎接的是七月份的全新的布局 那我们已经都ready好了 包含新的GB200的一些供应链的股票 以及所谓的IT设计的新的股票 我们都准备好了 一档一档来 一档一档赚 然后我再强调一次LINE的ID我改成小鼠小S168178 一路发一起发 所以你只要搜寻小鼠小S168178 或者是扫描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每天盘中大概11点左右都会固定 都会有我盘中及时的接盘的文章 对大家的操作上帮助是最及时最有帮助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加入 那加入之后呢也有非常大的好康啊 就只要来加入郑老师的LINE留言168178 加上你的手机 让我们可以找得到你 那今天的最新的标股密码 是GB200的这档新标股 一买就涨停嘛 下周还有最新的标股密码 所以只要加入LINE留言168178 就有下周最新标股密码的福利 会在周末这两三天发放给大家 祝大家超出顺利 周末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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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